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BVDNA的含量它可以给我们提供这个患者的病毒的量是否需要抗病毒治疗以及抗病毒治疗的疗效的观察以及赖药患者是否有赖药的出现 第三它是否这个患者需要做胰肝两对半的检查胰肝两对半的检查可以了解这个患者抗病毒的疗效是否产生了血清血的应答 最后呢我们可以给患者查一些影像方面的检查包括B超肝脏的弹性成像还有肝纤维化了解患者有没有肝纤维化的这样一个发生 最后呢我们可以给患者定期的监测假的蛋白 那么了解患者是否有肝癌早期肝癌的这样一个出现 那么常规的检查主要就是这些 感谢观看